火灾的情形怎么样了 发生什么事了 文婿她怎么 少奶奶 昨晚的火灾把小物全烧光了 是啊 老夫人 昨晚的火势实在是太大了 好不容易才灭掉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那沈云娘呢 云娘少奶奶 怕是烧得连尸骨都不生了 老夫人 老夫人 你也别怪少爷 他亲眼看见少奶奶烧死在自己眼前 心里也很难 对不起啊 老祖祖 对不起 我不是崔溪 我让你们认足归宗的 我也是为了富家好务 老祖祖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老祖祖 我不是故意的 可怜的孩子 你的命怎么就这么苦 没想过半天父 竟然就被大火给烧死了 老天爷 老天爷 你怎么忍心呢 老天爷 你怎么忍心呢 老天爷 虽然我不喜欢他 但是我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你经常照顾他 难过我也是必然的 老夫人 你怎么忍心呢 你怎么忍心呢